你有没有想过有一天睡在床边的老婆会变成一头性感丧尸 更倒霉的是三天饿了九顿的她 大清早刚起床就开始跟你讨论今天到底应该吃掉谁 大家好我是电影迷小雅 今天我们继续来看美剧《真爱不死》 老白被金姐逼得没办法 不得不一大早就开车带她出门采购 她要给家里添置一台大号冰柜 这样就不会像上次大葱面一样浪费了那么多零部件 搞定了食物储存问题 选择哪个人当目标就成了重中之重 老白最后底线就是一定不能吃好人 恰好女儿金妮带着同学们回家玩 金妮正帮着闺蜜痛骂前男友金毛不是人 不但骗财骗色还向未成年人兜售违禁品 夫妻俩眼前一亮心想这食物不就来了吗 两人赶紧登陆社交账号 找到了金毛的联系方式 完事金姐兴奋的点了一下金毛的头像 表示今天的晚餐就是她了 当天下午老白就带着金姐跑到一栋代售别墅中 布置犯罪现场 确定天衣无缝后 这才把金毛约过来交易为竞品 看到在家里还穿着羽衣的夫妻俩 金毛有些迟疑 老白赶紧解释 说这栋房子老是卖不出去 他想着给他重新刷一下乳胶漆 我们作为房产中介亲自动手刷歇很合理吧 金毛找不到理由反驳 只好掏出违禁品准备交易 殊不知金姐已经悄悄移动到他身后 眼瞅着脚一口咬断金毛的大动脉 可金姐的手机忽然响了起来 作为一个专业的中介 就算是天塌下来也要先接客户的电话 这不金姐转身就进了隔街 临走前叮嘱老白好好看着金毛 眼看气氛越来越尴尬 老白就没话找话的跟金毛聊了起来 结果才发现金毛以为金妮的闺蜜已经21岁了 这才跟他交往 而他到处都受违禁品 也不是喜欢干这个 只是为了帮助自己离婚的姐姐 金毛的行为一下子激起了老白的同情心 他何尝不是为了老婆 这才违背内心对着路人痛下杀手 就这样老白收了杀心 带着金毛跑到泳池边一起嗨了起来 醉生梦死间两人很快就称兄道弟 等到金姐接完客户电话 老白早就送走了好兄弟 开始收拾现场了 到手的晚餐飞走了 金姐非常郁闷 在回家的路上像个受气小媳妇一般 不停地吐槽老白只顾自己嗨 完全不考虑媳妇的感受 老白转头想要解释 没想到前车忽然刹车轰了一声 追了尾 前车司机脾气相当差 一下车就开始问候起老白的女性亲属 金姐听了十分上头 瞬间丧失理智 飞身就跳到了司机身上 一口就啃断了她的脖子 三辆鲜肉下肚 金姐这才恢复了冷静 一脸惊慌地看着老公 问她当街杀人应该咋办 老白能说啥 赶紧从后备箱拿出防水袋 清理痕迹后将尸体装好 丢进了刚买的冰柜里 老白忙得满头大汗 终于松了一口气 一转头却发现 金姐捡了一个人体 正肯得有滋有味 她一边肯一边幸福地 倚靠在老公的怀里 果然是嫁给了真正爱情 有了充足的食物 金姐的幸福生活终于开始了 晚餐的时候 她会吃一点人排 配黑椒酱汁 早餐则会割一张耳朵 配上大腿肉 完事用破壁机打成肉糜 倒进运动纸杯 这才换上运动装 淡定地跟隔壁太太们一起晨练 晨练结束 恰好碰上老黑正在门口晒娃 她对金姐刚买的路虎非常感兴趣 见到老婆走了 立马开口 请金姐打开汽车 让她参观一下 这辆车昨晚刚刚拉过司机的尸体 可对方是个警察 自己一旦拒绝 恐怕引起她的怀疑 心虚的两人只好硬着头皮 打开了后备箱 结果却发现 后备箱的盖子上 还粘了一块丝鸡的肉 老白赶紧开口吸引老黑注意 金姐趁机一伸手 取下碎肉塞进了嘴里 老白实在想不好跟邻居说点啥 只好无助地扭动着屁股 多亏金姐脑筋转得快 赶紧解释说 这运动有助于夫妻生活的和谐 三人还没聊完 老黑的对头丹 拎着一个喷壶走了过来 说他今早也在院子里发现了蚂蚁窝 他深度怀疑是金发姐家传染过来的 因此特意配了一壶药水 让老白回家赶紧再喷一喷 其实老白今天起得比谁都早 因为始终挂念着治好金姐 他特意跑去附近的女巫之家 想要从她那里得到一点灵感 奈何他翻遍了所有藏书 也没找到任何相关资料 只能遗憾地摇摇头准备离开 就在他转身开门的时候 却发现墙上两幅油画中的女人 似乎跟妻子有些联系 油画里的女人同样喜欢吃生肉 更重要的是 同样呕吐过一堆不明液体 和一颗红色球体 老白赶紧把这两幅画买回来家 研究了半天 只能确认作者是个塞尔维亚人 至于画上写的塞尔维亚文 她是一句也看不懂 忽然金姐的电话又一次响起 原来是金妮的校长 邀请他们去学校聊聊 到了学校这两口子才知道 自从那天金妮看到父母的犯罪现场后 就彻底打通了人都二脉 放飞了自我 她不但再也没去过学校 还十分豪气地帮着闺蜜打抱不平 听闺蜜吐槽前男友金毛是渣男 她就跑去拿了艾瑞克继父的烟雾弹 大半夜丢进金毛家中 差点就给金毛熊瞎了 更重要的是 金妮做这些事情的时候 总是带着优等生艾瑞克 这不是耽误学校拿成绩吗 如果金妮继续这样做 学校将会考虑将她开除 听到这里 金姐立马不乐意了 这是说我的女儿不优秀 还是质疑我和老公的基因 她一拍桌子 跟校长聊起了自家冰柜 容量那是相当大 再装一个校长完全没问题 眼看着金姐越聊越离谱 老白赶紧跟校长承诺 回去会好好教导女儿 说完就拉着暴怒的金姐逃出了办公室 她实在害怕 金姐一不小心 把女儿的校长也变成冰冻食品 遇到这种情况 当家长的肯定要跟女儿谈谈了 不料金姐一点都没有当家长的自觉 一开口竟鼓励女儿退学 去当流浪诗人 听得金妮一脸诧异 母女俩当场大吵一架 事后金姐也意识到 自己似乎失去了自知力 只好跑去隔壁找军师艾瑞克 结果艾瑞克去告诉她 一头丧尸本来就没啥自控能力 毕竟你的心脏其实早就跟你say goodbye 很久了不是吗 另一边接受不了金姐巨大变化的 父女俩骑上心爱的小摩托上了山顶 他们一边俯瞰山景 一边吐槽起了金姐的巨大变化 就在上周 金姐还在为女儿准备高考复习用的单词卡 今天就让她放弃上学去流浪 同样几天前的金姐 还是手无腹肌之力的弱女子 今天就可以把男人的大腿抱在怀里 啃得有滋有味 不过吐槽归吐槽 父女俩最终还是没有放弃金姐 与此同时 学校组织的科技展正式开幕 艾瑞克作为学校的种子选手 带上了自主研发的机器人 跑去参展 短发姐和金姐闲着无聊 也跑着跟了过去 不料科技展上 校长再次对金姐冷嘲热讽 三句话不离开除金妮 金姐气得跟她争论起来 校长却轻飘飘丢下一句 明天金妮不用来上学了 转身就走 金姐气得食欲暴增 二话不说追了上去 眼瞅着校长即将血溅五步 老白终于赶到喊住了她 她深情地向着老婆表白 表示无论金姐变成什么样子 她都是自己的老婆金妮的妈妈 他们一定会敞开心扉 接受金姐的变化 金姐感动得稀里哗啦 正准备跟老公来个拥吻 一转头又看到了校长的身影 她立马撇下老公冲了上去 砰一声就给校长壁咚在墙角 随后她一脸凶恶地告诉校长 如果我的女儿不能顺利地上学 她就会死盯着校长 将校长的房子以超低价挂在交易市场 再利用行业内的资源炒低校长家的价格 让校长平白无故 损失个几十万美金 一套以德服务人的组合全下来 校长终于承诺金妮可以继续上学 这才落荒而逃 一家三口喜笑颜开 准备回家的时候 细心的老白却在校长更衣室门口 看到了塞尔维亚人的标志 他立马抛下母女俩冲了出去 恰好把校长堵在了汽车上 连声询问校长是不是塞尔维亚人 会不会塞尔维亚语 校长吓得脸都白了 赶紧解释说自己真不是 他的外婆才是塞尔维亚人 随后门都不关了 一脚油门落荒而逃 第二天又是阳光明媚风和日丽 金姐和老白收拾好准备出门 却发现邻居老黑也提了一辆崭新的路虎 但问题是 他的老婆根本不知道 眼看着老黑买了一辆一模一样的车 老黑的老婆当场发飙 跑过来敲车窗 质问昨天老白跟自己老公说了啥 更可怕的警察邻居丹也出门了 他发现金姐和老白 根本没用他配好的药水清理院子 顿时火冒三丈 要老白下来说话 老白和金姐哪敢下车 一搅地板油就跑路了 警察丹骂骂咧咧的捡起烹雾器 走进了金姐和老白的院子 开始清理蚂蚁 扫着扫着 却发现了大问题 草丛里竟然有一根带血的中指 这下 夫妻俩的秘密 是不是要被揭开了呢 我们下集再聊 真爱不死 看似是一部丧尸巨集 其实精神内核 却在讨论一个社会问题 那便是 如果家里的亲人 走向了违法犯罪 你到底应该帮他 遮掩消灭证据呢 还是大一灭青 送他进监狱 很显然主角团选择了前者 那么观众朋友们 又会如何选择呢 感兴趣的朋友们 可以在评论区讨论一下